我的第一套房子 62万79个平方 认购的七房 那个时候22岁 口袋呢 也刚好就这点积蓄 想着按揭 结果售罗处告诉我 魏玛25岁 不能按揭 还要父母担保 没敢跟爸妈开口 首付三成 剩下的跟开发商 分了16期分期支付 那段日子是真的很省吃俭用 在没有拿到房子那段时间 我没事就去看看 买完房口袋也没有了 那个时候工作的地方 离房子开车45分钟 有空呢 我就会到那个房子里面转转 你们猜我去干什么 就是在房子里面转悠 就很开心啊 就咧着嘴在那转悠 想着装修后的布置 未来的生活场景 但是从第二套房开始 就没有了这个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 形容不上来的快乐 买车也是一样的 我的天 我第一次买新车 没提车的日子 每次路过4S店 都会去看一下 提了车 到家了还不舍得进屋 都恨不得睡在车上的那一种 隔三差五呢 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到后来呢 车越换越贵 我都懒得看他一眼 后来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这就似乎人生失去了乐趣似的 再后来呢 在金融行业 工作是越来越忙 我们家呢 也投资玩房子 家里的生意 杂事 账本 都得亲自来 也辉煌过 也受挫 也落魄过 也赚过大钱 也经历过 入不复出的日子 现在全家定居国外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但是 它沉了 一眨眼的时间 我觉得很谎哭 人生跟梦了一场似的 以前都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后来是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现在是 一年河东 一年河西 原来人生如果全力以赴 只要敢行动 发生改变真的不用很久 所以大家也要努力 不要放弃 人生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个速度 其实是可以很快的